一樓的公共空間一覽 我們可以直接從這個電梯上去到拉比 這一樓叫做M6 不對 是MG Main Ground 你們好我是Erin 這邊是我今天住的酒店 然後他們才剛開始 我好像是這間飯店的第一個客人 就我進來這間飯店 它整個是走一種復古風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去介紹 我先停一下單子 這是它的房價表 你們可以看到如果說住在Premium的話 一個晚上三萬塊台幣的意思嗎 因為一百萬韓幣等於三萬塊台幣 就是到七八九樓的時候 就大概一個晚上 哇可是這樣也要八九千破萬耶 那這是今天邀請我來的 Miss Lee 嗨 她是這裡的Sales Director 她剛剛有跟我說 9月16號的時候會有個Operning Party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開了 你們可以來的 每次都開了 因為他們這個是1959年就已經蓋好的飯店 只是後來重新裝修 1959年已經快到60年了耶 比我媽還老耶 這個東西是從古舖 從古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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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耶 你們還記不記得我一進來的時候 就說他們是走復古風 這就是古舖 那是古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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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古舖 我們在古舖 從古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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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不是古舖 不是古舖 這不是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一個廉價 廉價 叫做 是古舖 廉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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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朋友 你好 你好 那這次我為什麼會有機會來這個飯店 其實是因為他 請多支持 請問你也是 太大 對啊 所以是學姐 什麼學姐 你為什麼就一副我比你大的樣子 說不定你比我大啦 我一直在YouTube 真的嗎 因為我原本也沒有預期會看到他 沒有 我只是訂閱 OK 喔 那這邊就是他最好 最高的view的 14樓 真的感覺超新的 喔 這邊 可以一群朋友坐在這邊 南山鐵塔 南山鐵塔 啊真的耶 前面這個是南山鐵塔 我剛看到價格表的時候有嚇到 因為一個房間是高樓層的 大概100多萬韓幣以上 對 但我剛有問manager 實際上你們在book.com 或者是hotel.combook的價格 會是這個價格的一半以上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民洞就是附近很棒的位置 然後夜景也很棒 你看起來真的很喜歡耶 對對對 最佳代言耶 好 請來 他這一次呢會提供給我三種不同的房型做體驗 再繼續照給你們看 房間一覽 喔 這樣一個雙人床 這邊有一些杯子 然後這邊有梳妝台 那這間飯店的床頭呢 它是有這種USB充電器 所以我們就算忘記帶韓龜轉接頭 都可以直接插USB 然後我自己平常都會帶這一種 就直接插他們的插頭 因為韓國的接頭長這樣 這邊就是門 就這樣就沒了 我們馬上進去看一下他們家的廁所 有兩個浴巾 大理石面的梳妝台 AVEDA的滋潤乳液跟洗手乳 旁邊這邊有一個小盒子 就是會有一些刮鬍刀啊 梳子 浴帽 這個就是牙刷組 不過我通常都有自己帶牙刷 用不太高 走進來是淋浴間 然後大家還特地問他們說 這個不曉得要怎麼用 結果是像這樣子壓 讓它掉出來 而且是All-in-One的洗髮精跟沐浴乳 都用這一個 所以它就只有在附另外一個Conditioner而已 那這個是我進來住的第二間 這個全身鏡是剛剛沒有的啊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馬桶在這裡 可是呢 盥洗的梳妝台在這邊 淋浴間的外面直接是窗外 就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還有view可以看 可是 它如果用望遠鏡看的話 搞不好可以看到我們洗澡耶 我們還是把蓮子拉下來 這一間我最喜歡的也是 這邊有梳妝台直接面對採光的窗外 然後裡面就是我的房間啦 這個位置可以當工作間梳妝台 可是如果說有兩個人要一起工作的話 就會沒有位置 兩張床 第一間的地面稍微小 放了兩個行李箱之後 其實行路上會比較不方便 這一間就沒有這個問題 早餐睡沒了 旁邊的自助吧都有飲料 果汁 咖啡 現在廚房應該是在準備我的 現在是隔天早上 我已經來頂樓吃早餐了 我覺得如果天氣好的話 這邊的view真的不得了 就像昨天我們照到了這樣 只是因為昨天我就是只是拍 然後今天就還可以配早餐 這早餐超級豐盛的耶 這個是炒食蔬 然後有生菜 這個是優格 配上水果 還有比較西式的炸物香腸 這個是現點的韓式湯麵 我們有三個人來吃 擺滿整桌 超豐盛的 早餐全席 有莎莎 還有Lin 吃到一半 食物本身真的普通 但是它打擺得很好看 它這整體夠耶 對 這邊拍照也很好拍 女王座 我現在要讓莎莎跟Lin 來參觀我最後一晚的房間 歡迎 現在要進去我們的總統號房 晚上我們就在這邊開趴 然後這個直接可以在上面睡覺 這樣照起來超好看的 好像你們在拍什麼內衣廣告 好 哇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一起泡耶 我們在這裡拍趴耶 放水 要放酒好了 酒池肉林 好可怕喔 我們 趴機在這裡放 然後咧 大家每個都拖到一起坐下去嗎 一半的趴機 因為你剛才剛進來的時候 看起來有點失望 覺得沒有很走痛 那是找到什麼都不一樣 他有給男生料料的地方去 對啊 整個走海軍籃路線 一樣採光都是超好的 啊那是我的包包 平常工作在這邊剪片 後面就可以直接躺床上 後面就有點像小客廳的感覺 有任何我們想要喝的飲料 那我現在做完這三天 我想要來講結論啦 你們前面照的看到的都是飯店好的部分 有一些小地方是我們影片上看不出來 但是其實很重要的 那我現在來分享缺點的部分 第一個呢是普遍的房間燈都太暗 因為白天的時候像這樣採光好不會有感覺 但是到了晚上我們想要工作剪片的時候 會發現整體都太渾暗 這方面有可能是飯店定位的問題 希望你是來休息的 這是第一點 再來第二點呢就是 跟其他的民宿比起來 裡面就沒有洗衣機 沒有微波爐 我覺得我們其實是真的用不太到廚房 那微波爐就是在我們買一些便利商店的食品 當下沒有微波的話回來也不能微波 再來是他們也沒有洗衣機 可以透過飯店叫洗衣服務 但是那是要額外收錢的 再來有一點是比較細節 但是我比較care的地方是 床頭邊有沒有那種一件事全部燈都按的那個開關 有那個的話就很方便 我們要睡覺的時候不用走去廁所關一個燈 走去書桌也關一個燈 它就是一件事的總電源直接可以讓我們直接睡覺 我上述講的幾個缺點都不是只有這個飯店這樣 而是其實我們只要住一般的商務飯店很多的標準配備就是這樣子 並沒有說這個飯店少給我們什麼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之前喜歡住民宿的關係 當然飯店還是有它的好處 像是24小時櫃台找得到人 早餐看夜景 那種公共空間都會覺得待起來很舒適 這個就是一般一間式的民宿比較沒辦法提供的服務 那上面是我簡單的分享 不曉得你們在住飯店的時候還有沒有什麼是你們很care的地方 歡迎在下面跟我們分享喔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簡單的飯店體驗 我們很快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早餐呢都是現點現做的 所以九點半以前要點完 然後哇今天是炒飯欸 因為我們昨天吃的是韓國麵 我對這個比較有興趣 謝謝 謝謝 今天跟昨天大同的炒意 不過你們好像都覺得今天比較好吃 飯真的很好吃 吃的飯 因為我們昨天吃的時候已經冷掉了 拍到冷掉了 這炒飯味道好特別喔 有種特別的香味 麻油之類的 對 對對對 而且這邊最厲害的是南山塔就在我前面 不曉得看不看得出來 你們看 喔我看不出來 喔這個view真的很好欸 就像這樣子 室外空間 的點火 麻油 Party 搭配 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